第416章 赌命 李修微微皱眉 如此多的紫色龙气向着不同的方向飞去 只靠上帝之手已经不可能全部吸回来 他双臂抬起 食指如同枪口一般 连续激荡出白色的光弹 无数的光弹随着李修的双臂舞动 飞向了的那些紫色龙气 预料中的碰撞和爆炸并没有出现 所有被光弹命中的紫色龙气 都被高速光弹吸了进去 像是一条条紫色油龙被困在了光弹之内 而光弹悬浮在空中 没有伤及光阴隧道 转眼间李柏阳挥出的所有紫色龙气 都被禁锢在了光弹之内 看着一切发生的人们 都发出欢呼之声 上帝就是上帝 太强了 无敌的存在 哈哈 上帝 干抱那个混蛋 给他点厉害尝尝 幸好有上帝在 人们欣喜的庆幸 李修脸上却没有一点高兴之色 你能挡到了多久 李柏阳淡淡地说着 身上紫气如火山喷发一般 生腾而起 长发根根倒数 无数的紫气从他身上散发而出 似是捅了龙窝一般 化为无穷无尽的紫色龙气 向着光阴隧道轰击而去 李修实质舞动 光弹不断地喷射 纵然如此 也难以拦下所有的紫色龙气 他知道李柏阳 是在用这种方法逼他就范 可是他现在也没什么办法 只能拦下多少是多少 他不能和李柏阳真的战斗 否则只会让形势变得更糟糕 李柏阳也不想真的和他拼命 但是李柏阳可以不顾一切 李修却不能不顾及 在光弹交织当中 大部分的紫色龙气 都被李修禁锢在了光弹之内 但是却依然有一部分 轰击在了光阴隧道之上 爆炸声不断地传出 这一次的爆炸 比上一次更多更密集 也让世界各地 出现的扭曲时空 更多更频繁 就连魔灵国度中 都出现了一个个时空扭曲 曾经被杀死的魔灵 从时空扭曲中走出 长生天内 更是到处都是时空扭曲 无数的魔灵从中走出 长生天的所有试炼者和魔装师 都不得不加入了战斗 就连已经晋升到了神位的老不死的 万朝春 韩明慧等人 也都只能出战不停地斩杀魔灵 地球上更是惨叫声连天 不少城市都出现了 大量的扭曲空间 以往被杀死在城外 或者城内的魔灵 不断地冲向城市 大楼倒塌 火光冲天 许多普通人没有等到救助 就死在倒塌的大楼 或者火海中 逃出来的人们 也在大街上遭遇了魔灵的屠杀 各大势力的魔装师和试炼者 都已经拼命奔向魔灵 但是他们也不能预料 魔灵到底从什么地方冲出来 等他们赶到的时候 已经有不少人或死或伤 到处都是哭叫哀嚎之声 李柏阳一边继续释放紫色龙气 一边看着李修似笑非笑地说道 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你若是继续与我战斗 到时候死去的 就不仅仅只是这些人类 整个世界都会被摧毁 别说是人类 就算是魔灵 也没有几个能够存活 你要如何选择呢 是要奉献自己的生命拯救这个世界 还是与我一战 哪怕将世界摧毁 也要与我奋出个胜负 随着紫色龙气的不断轰击 地球和魔灵国度的情况 都变得十分不妙 地球被那些从时空扭曲中 冲出来的魔灵屠杀 还可以理解 但是在魔灵国度之中 那些从时空扭曲中冲出来的魔灵 竟然也冲向了其他的魔灵 不要命地冲杀 连自己的同类也不放过 你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对吧 李修突然说了这么一句 李柏阳微微一顿 李修继续说道 你知道自己失败了对吧 李柏阳停下了爆发紫色龙气 眯起眼睛看着李修说道 看来你去过人生剧场了 那不就是你想让我看到的吗 李修看着李柏阳平静地说道 不错 李柏阳笑了起来 我确实去过人生剧场 而且不止一次 每当我试图做一些事 改变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未来 结果都会发现 人生剧场确实改变了 但是有一件事一直没有改变 那就是我失败了 既然你早就去过人生剧场 知道我一定能够打败你 为什么不早早地杀死我 这是李修心中的疑惑 你当我没有想过吗 可惜结局还是一样 李柏阳舔了舔嘴唇 说道 还是一样 李修微微一正 在命运的十字路口 我曾做过许多次的选择 李柏阳淡淡地说道 在命运十字路口做出的选择 会影响人生剧场的结局 李修终于明白了 李柏阳点头说道 不错 不过命运十字路口的选择 只会在那一次有效 再次进入的时候 就会恢复初始的状态 李修微微皱眉 也就是说 命运十字路口和人生剧场 加在一起 就等于是一个能够 推演未来的机器 李柏阳曾经一次次地 推演未来 不断地纠错 想要获得最后的成功 可是无论他怎么重来 怎么选择 最后的结果都是失败 所以李柏阳最后 只能选择不战而胜 要逼迫着李修牺牲自己 可是我依然不明白 既然我都已经死了 为什么你还会失败 李修缓缓说道 我也不明白 李柏阳淡淡地说道 你不用那么看着我 光阴隧道 毕竟不是真正的未来 它只是能够推演未来罢了 命运的十字路口 是因 人生剧场 是果 我只能看到起因和结果 却看不到中间的过程 所以我只知道 我选择了什么 然后看到了结果是什么 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同样一无所知 也就是说 我必定会赢 李修并没有因此而高兴 果然 李柏阳接着说道 你也不用高兴得太早 在那一次次的未来推演当中 每一次的结果也都是一样 世界必然会被毁灭 看来我们都陷入了一个死结 你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而我也无法拯救这个世界 李修叹气道 所以我们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李柏阳淡淡地说道 你牺牲自己 成全整个世界 包括我在内 你为什么会有那样的错觉 认为 我会牺牲自己 既然你看过那么多次未来 应该知道 我会怎么选择 李修说道 推演毕竟只是推演 只要没有发生的事 就有无数种可能性 李柏阳说道 有哪一种可能性 是你抱着那孩子 去了世界之门 李修突然问了这么一句 什么意思啊 李柏阳皱眉道 李修立刻意识到 李柏阳是真的不知道子仔的事情 可他明明去过那么多次的命运十字路口 怎么会不知道子仔呢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 李柏阳的命运十字路口 也是在不断改变的 在江南临去的那一次 李柏阳并没有去 而偏偏是那一次出现了子仔 但是李柏阳又不知道那一次的未来 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子仔的存在 也不知道子仔能够帮助他 打开世界之门 就算那一次李柏阳没有去 后来他再去的时候 就没有见到过子仔吗 李修意识到了什么 心中暗道 难道说 是因为子仔跟着江南临出来了 所以在以后的未来推演中 就没有了子仔 所以李柏阳再去多少次 都没有能够再看到子仔 李修感觉自己 终于把所有的线索都连接了起来 李柏阳在未来的命运十字路口 有一次是带着子仔去的 可是现在 他并不知道 自己未来有可能带着子仔去开门 那么子仔是从哪里来的 他为什么又能帮助李柏阳开门 李修不停地思考 突然 李修身子一颤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你想要拖延时间 到达未来的站点 在那里 与我一站对吧 可惜你想错了 光阴隧道的未来 并不真正的未来的世界 而且也无法承受 我们这种等级的战斗 只要你选择与我一站 结局依然还是一样 李柏阳说着 身上的紫色龙气再次爆发 现在已经进入了未来的阶段 就让你看看未来 有多恐怖吧 李修只能再次爆发力量 去拦截紫色龙气 但是依然还是有龙气 轰击在光阴隧道上面 墙壁破碎 世界各地 再次出现了时空扭曲 只是这一次 从那时空扭曲中 冲出来的魔灵 已经不是普通的魔灵了 红沙城的上空 一条比航母还要大的魔灵 从时空扭曲中飞出 张口喷出的光焰 直接把附近的数十公里 变成了一片火海 无数人在火海中惨叫哀嚎 女人的悲泣声 孩子的惨叫声 如同地狱中无数厉鬼的痛苦悲歌 不只是红沙城 世界各地出现的时空扭曲中 都有神位级的魔灵出现 那些都是来自未来的魔灵 上帝求求你了 救救我们吧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麻木地坐在废墟中 对着被大火 映成血红色的天空 大声哭喊 求求你 救救我的孩子吧 你让我死都可以 可是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一个女人抱着她的孩子 绝望地站在楼顶 看着四周如恶魔一般涂成的魔灵 突然跪了下来 对着天空影像中的礼修拼命磕头 磕得头破血流依然不停 你要真是上帝 求你救救我们吧 你算什么上帝 我们都要死了 你就只是看着吗 狗屁的上帝 你们还拜他干什么 说到底 他也不过就是一个人 他怎么可能会为了我们牺牲自己的命 就算所有人都死了 他也能够活着 我们的死活 他根本就不在意 妈的 鬼叫什么 你们这些货色 凭什么让别人用自己的命 换你们的命 上帝 干死他 我们死了 也要让那个混蛋 给我们陪葬 求求你 救救我吧 我还不想死 不少人都在向着李修哀求 哀求他用自己的命 去换他们的命 长生天的情况最为惨烈 有好几位神位坐镇的 长生天 此时也是一片腥风血雨 魔装在咆哮 见光在身影 这一切 在那潮水般涌出的魔灵之中 都显得那么单薄无力 李修 你个自私鬼 你个王八蛋 你要全世界的人 都为你陪葬吗 如果换成是老子 老子宁愿用自己的命 去换所有的人的命 你就算不为我们 你也看看 他们都要死了 他们的命在你手里 李家的一个浑身是血的试炼者 愤怒地仰天咆哮 你要死 我成全你 一道刀光闪过 那李家试炼者的脑袋 被斩了下来 浑身是血的精力 斩了那试炼者之后 转身继续投入到了 与魔灵的战斗当中 你看到了吗 这只是冰山一角罢了 若是你我一战 未来将会比这悲惨 千倍万倍 李博阳没有继续释放紫色龙气 看着李修冷漠地说道 李修又岂能看不到 他不仅看到了 还看到了储君 阿斐 杀楚他们都在浴血战斗 虽然在李明儿的保护下 他们还能够坚持下去 这一次的魔灵袭击 他们也应该能够支撑过去 可是就像李博阳说的一样 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如果世界真的被彻底破坏 他们又能支撑得了多久呢 到时候别说他们 就连李明儿自己 恐怕也是自身难保 支离破碎的世界当中 只有一些信任 能够侥幸生涯 在那破碎世界的 一脚苟延残喘 拿自己的命去换后代的延续 就算如此 也必然会彻底淹没在 历史的长河当中 真的没有选择了吗 李修喃喃自语 有 你生世界死 你死 世界生 你要怎么选 李博阳的声音 在整个世界回落不止 上帝 你是我们的上帝啊 救救我的孩子吧 如果能够一命换一命 我用我自己的命 换他们的命 上帝啊 睁开眼睛看吧看吧 我把命给你了 一个老人 看了一眼身后的孩子 转身绝绝的一头撞在墙上 直接撞的脑浆崩裂死于非命 爸 李修沉默着 这些人和他没有关系 他可以硬着心肠无事 可是如果继续发展下去 接下来死的 就会是他关心在意的那些人了 李修收回目光 看向了李博阳 然后缓缓拉开了魔装的面纱 露出了他的真容 看到李修真容的人们 这才发现 他不过 就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在普通人的家庭 那还是大孩子一样的年纪 李修 他是光之城的城主李修 原来他是上帝 有人荆教出生 认出了李修 人们这时才知道 明动天下的魔装师上帝 竟然是那光之城的城主 李博阳 既然你要我选择 那我们就来赌一把 李修看着李博阳 从怀中掏出来的一样东西 李博阳看清楚 李修掏出来的东西 不由地眯起了眼睛 眼底闪烁着异样的光彩 所有人类和诸多魔灵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李修的手上 他们看到李修手中拿着的 竟然是一枚小小的金币 你想赌什么 李博阳看着李修手中的金币问道 你知道这枚金币要怎么使用吗 李修捏着金币说道 你想借助他的力量镇压我吗 如果制造他的人在这里 也许还有那么一点可能性 他在你的手里 没用 更何况 他本身已经没有能量了 对于我来说 他只是一个工具把了 李博阳平静地说道 李修没有理会李博阳 只是看着金币自顾自地说道 我要和你赌命 你赶吗 我从来不赌 你也没有资格和我赌 李博阳撇了撇嘴说道 那可由不得你 让这金币之内灌输进去 金币之上顿时金光四射 将绿色的光阴隧道 都给映成了金色 李博阳看着李修 不断地把自身的光能注入金币 眼底闪烁着兴奋之色 这也不是为一个好办法 你把自己所有的能量注入其中 只要能够把它化为钥匙 你的命就可以留下 李博阳盯着金光四射的金币说道 李修却只是轻蔑地说道 会长 你还真是把我当成三岁孩子了 想要把它变成钥匙 需要的恐怕不只是能量吧 否则你根本不需要那么麻烦 只需要吸收这个世界的能量 就可以把它变成钥匙 又何必冒这么大的风险 非要把我逼到这种地步 想要把它变成钥匙 需要的是我这个人 你说的没错 灵魂与肉体缺一不可 李博阳倒也没有否认 只是淡淡地说道 不过 你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我当然还有别的选择 我可以和你赌命 李修目光灼灼地看着手中金币 李博阳四射想通了什么 脸色顿时一变 立刻想要冲向李修 可惜他还是晚了一步 李修直接把指尖的金币弹了出去 那金币带着璀璨的光芒 旋转着飞向光阴隧道的深处 第417章 那就让这天碎了吧 李博阳深化流光追逐金币 速度快地 已经超过了人类的视觉极限 恍若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凭空消失了一般 李修速度同样不慢 化媒 魔装爆发出恐怖的光暴 瞬间消失在原地 硬生生挡在了李博阳的前面 两人面对面 毫不花巧地硬碰硬拳拳相对 可是李博阳的拳头 却好似打在了棉花上面一般 根本没有着力点 电光火石的刹那间 李博阳此境不收 反而更加狂暴地爆发 要把李修的身体直接冲开 继续追向金币 可是他这一冲 李修那软绵绵的拳头 却化拳未掌 抓住了李博阳的手臂 掌中 强大的吸引 一引一拉 腰指扭动 划出一道弧线 要把李博阳的恐怖冲力 引向另外一侧 李博阳的身体被李修 拉着转了一圈 这一圈之后 李修却突然间感觉 李博阳的冲势 变得更加猛然 竟然反而借助他的拉引之势 让冲击力变得更加恐怖 让李修已经控制不住他的冲势 眼看就要脱手飞出 以更快的速度追向金币 李修的反应 也是快到颠嚎之间 在李博阳即将拖出 他手掌控制的刹那之间 顺势全力推出 李博阳原本的冲势 被李修这么全力一推 顿时轨迹发生了偏差 没有能够冲向金币 斜向错过了金币飞行的轨道 这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 观战的人根本什么都没有看到 纵然是神位急 也看不到这刹那之内发生的事情 两个人的战斗 都已经奋出了胜负 一个刹那的时间还没有过完 碰 李博阳的身体 撞在了光阴隧道的翡翠壁上 把那翡翠墙壁撞塌了一大段 等他起身想要再追的时候 那金币已然穿过了一个战台 飞入了战台之后的迷雾当中 李博阳从废墟中走了出来 目光盯着李修冷声说道 我苦修阴阳道学那么多年 竟然在阴阳虚实之道上 依然赢不了你 你确实是我生平警戒的天才 纵然是那万古不败之人 在技法上的天赋 也未必能够比你更强 现在 你也只能和我赌一把了 李修看着那战台淡淡地说道 人生剧场战 这是李修之所以要来光阴隧道的原因 人生剧场战是光阴隧道 所推演出的未来幻境 但也不是纯粹的幻想 李修把金币投入了人生剧场之中 若是直接摧毁人生剧场 那金币就有可能永远地迷失于 未来幻境之中 李博阳再也无法找到他 李博阳想要拿到金币 就必须要进入人生剧场的未来幻境 在没有找到金币之前 他也不敢把人生剧场摧毁 如此一来 李修就有了与李博阳一战的前提条件 李博阳不能摧毁人生剧场 就必须要克制自己 这是李修与他一战的机会 李博阳一言不发 直接冲入了人生剧场站 他想要在李修之前找到金币 只要找到金币 李修就等于是不这儿败 再也没有与他争锋的机会了 李修没有阻拦李博阳 跟在他的后面进入了人生剧场 当李修进入人生剧场 看到的景象让他微微皱眉 上一次他来到人生剧场的世界 世界虽然已经支离破碎 但是人类上有破碎的世界一角 可以苟延残喘 现在人生剧场所推演出的未来 和之前已然不同 入目到处都是破碎的星辰 星空之中 有的星辰像是被咬了好几口的苹果 有的直接碎裂成了陨石群 宇宙星空到处都是正在释放着能量的星爆 李修立足之处 赫然是已经裂成了两半的地球 两个半元表现已经成为废墟的地球 此时正在像着星辰之木一般的星海坠落 李博阳已经飞到了星空之中 双眼之中出现了宇宙星辰灵光 宛若两个小宇宙 在他的双眼之中不断地流转 他临时全开 覆盖了大片的破碎星空 在搜索那枚金币的踪迹 可是那枚在他之前 刚刚进入未来幻境的金币 却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 纵然他的灵时可以笼罩整个星空 却也找不到那枚金币的踪迹 现在我们可以真正一战了吧 李修出现在李博阳的对面 身上的光能如同辉煌的盛光一般 升腾摇曳 四周已经没有了那些外界的影像 纵然是十六祖灵 也无法在外面弄出灵光影像 他们也不敢进入人生幻境之中 倒不是怕出不去 而是怕他们进来之后 李修会第一个干掉他们 毕竟他们弄出那些影像 傻子都知道 那是在逼迫李修 为了整个宇宙的生灵 牺牲自己 小子 你恐怕算计错了 那金币非宇宙之物 纵然未来幻境被摧毁 他也不会迷失于未来幻境之中 李博阳说道 不 只要人生幻境被摧毁 他就一定会迷失在未来幻境之中 李修淡淡地说道 你以为你很了解光阴隧道 李博阳脸色有些阴沉 我并不是很了解 不过关于光阴隧道 我却知道 一件你不知道的事情 如果你知道了那件事情 你就会和我一样确定 只要人生幻境被摧毁 金币就一定会迷失在未来幻境之中 李修说道 什么事 李博阳皱眉问道 李修知道 李博阳在拖延时间 他还在用那惊人的零食 不断地搜寻着金币的下落 不过李修却没有急着动手 不紧不慢地说道 你知道 我为什么会一直问从翡翠之门出去的那个孩子吗 你不会是想要告诉我 那个孩子 是蓝菲从我的未来幻境中带出去的吧 没有真灵石 未来幻境中的任何生灵都不可能带出去 这一点 我无比地确定 李博阳说道 不错 没有真灵石 未来幻境中的生灵确实不可能带出去 但是那个孩子 确实是江兰灵从未来幻境当中带出去的 李修说道 小子 你不觉得你的花自相矛盾吗 李博阳冷哼道 一点也不矛盾 因为那个孩子 并不是江兰灵从未来幻境当中带出去的 李修说道 你是疯了吗 还是有了双重人格 李博阳皱眉道 我没疯 也没有双重人格 我这样说 你 当然听不懂 李修依然不紧不慢地说道 这件事 要从你让江兰灵进入光阴隧道 帮你布局爱之城说起 就是在那一次 江兰灵因为好奇 她进入了你的命运 十字路口 并且在那里发现了那个孩子 并且把那个孩子带出了命运 十字路口 还是没有听懂 是不是 不用着急 马上你就能够听懂了 李修眯着眼睛看着 李博阳说道 也不是江兰灵把那个孩子带出来的 而是那个孩子 自己跟着他出来的 未来幻境中的生灵 自己出来 看来 你是真的疯了 李博阳冷哼道 我没疯 那个孩子之所以能够出来 是因为 他根本不属于命运的十字路口站 李修说道 你是说 那个孩子不是幻想之物 李博阳微微一震 立刻就摇头道 不可能 那是我开启的光阴隧道 我很清楚 除了江兰灵之外 再也没有别人进入我开启的光阴隧道 我没说那个孩子不是幻想之物 他只是非命运十字路口站的幻想之物 李修盯着李博阳 一字一顿地继续说道 江兰灵看到那个孩子的时候 是你带着那个孩子出现在那里 李博阳脸色终于变了 他立刻明白李修在说什么了 你是说 在不久的未来 我进入了光阴隧道 并且从更遥远的未来幻境当中 把那个孩子带了出来 然后带着他去了命运的十字路口站 所以那个孩子 并不属于命运的十字路口站 所以他才能够出来 李博阳眼神越来越阴沉 盯着李修问道 我为什么会在不久的未来 去到更遥远的未来 把那个孩子带到命运的十字路口站 你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不是吗 李修说道 那个孩子能够帮我打开世界之门 李博阳的眼神渐渐亮了起来 如果是那样的话 他就不必一定要与李修纠缠 只要去把那个孩子抓过来就可以了 你现在去找那个孩子已经没有用了 李修却直接一盆冷水 把李博阳心中生起的念头直接浇灭 为什么没用了 李博阳自然不信 你猜 为什么那个孩子能够跟着江兰林出来 李修冷笑道 李博阳顿时明白过来 如果在光阴隧道那次推演出的未来当中 他用那个孩子成功地打开了世界之门 那么那个孩子应该就已经消失了 才对 不可能再出来 你绕了这么大一个圈 说了这么多 到底想说什么 李博阳盯着李修问道 光阴隧道还有一个规则 不知道你是不是清楚 如果一个东西在未来已经不存在了 他就没有办法进入未来的那个站点 李修说道 这个规则 是他从那个自称是他未来新婚的声音口中知道的 不错 确实有这么一个规则 那又如 和 李博阳说着 似乎已经想明白了 脸色变得越发的难看 如果现在 他成功地拿到了金币 利用金币和李修打开了世界之门 也就意味着 金币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 金币在这个人生剧场的未来幻境当中 就是已经不存在的东西 在未来幻境当中 已经不存在的东西 就不能进入这个未来幻境 现在金币被李修强行送了进来 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 按照规则来说 金币应该已经被摧毁或者消失了 那么李博阳 想要利用金币制造钥匙的计划 就彻底破碎了 现在他在这里找不到金币 似乎已经印证了这种可能性 不对 如果我真的利用了金币离开 也就意味着 我在未来世界 已经不存在于这个宇宙了 我应该也进不来 现在我进来了 就意味着 我没有使用金币离开这个宇宙 所以金币一定还在 李博阳思索着说道 你确定你不在这个宇宙和彻底消失是一回事吗 而且你忘记刚才我说的那个孩子是了吗 李修撇了撇嘴 说道 那个孩子能够打开世界之门 说明他的身上也有一枚金币 也就是说 在我把他带出来的那个未来当中 金币还是存在的 而当他和金币一起离开了 幻想世界 到了现实世界 因为同样东西不能同时存在 所以金币就融合或者消失了一枚 就像是同一个空间 不能存在两个小布儿一样 但是因为那枚金币 原本就来于另外一个未来幻境 所以它的存在就是一个艺术 拥有了另外一个未来的属性 所以就算在现在这个未来 金币已经消失了 那枚来自于 另外一个未来的金币 也并没有消失 但是这个未来幻境当中 又确实没有了金币的存在 所以 他进入这里 还是受到了在未来不存在的东西 不能进入 未来幻境的规则的影响 李博洋越说越绕 连他自己都已经无法确定 金币到底是否依然存在 你不用理解的那么麻烦 简单点说 就是你没有成功 那枚金币就会依然存在 如果你成功了 那枚金币就会消失 所以你不能成功 李修说道 李博洋听完之后 看着李修冷声说道 不 还有一种情况 只要我在这个未来之前 不使用金币 那么未来金币 就还是存在的 那枚金币 也就不会受到规则的限制 会再次出现 确实如此 不过这有个前提 如果我现在 摧毁这个未来幻境 你说那枚金币 还会不会存在 李修笑着说道 李博洋显然无法确定 那枚本就有着 未来幻想之物属性的金币 在未来幻想被摧毁之后 还会不会再出现 你也不能确定它 一定不会再出现 李博洋沉映着说道 一半一半 所以我才说 要赌 李修淡淡地说道 我敢赌 你敢吗 李博洋神色复杂地 看着李修 扮上才突然笑了起来 确实好算计 你 算计这么多 无非就是想要一个 与我生命一搏的机会 好 我给你这个机会 正合我意 李修身上的光辉 越发地辉煌 化眉魔装 在李修的能量 注入下 还在不断地进化 仿佛诸天神灰 都凝聚得神医一般 普通人 别说站在他面前 纵然是看上一眼 恐怕也已经被那光辉 融化成虚无 李博洋 满头白发狂舞 身上的紫气和灵光 也在不断地升腾 一紫一白 两种截然不同的能量 在他的身上 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化为一阴一阳两种能量 紫白二色 如同太极一般 在他身上不断地流转 两个人身上的能量 已经恐怖到了极点 却又都极力地隐忍 不让能量释放于外 害怕把这未来幻境 直接摧毁 你知道我当年 为何会拜那万古不败之人 李博洋 极力隐忍 克制 目光灼灼地 看着李修说道 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李修但默道 李博洋却不管他想 不想知道 自顾自地说道 因为我的紫气 东来之体 至刚至阳 而过刚一舌 所以才会在最后一战之时 未能支撑到最后 自身先行崩溃 我之败 非是不敌 而是我不够完美 李博洋四事 陷入到了回忆当中 继续说道 战败之后 我成为囚徒 被困于那监狱之中 在那里 我遇到了那个 明明是凡人之躯 境界却似通天之人 在他的帮助下 我终于领悟了无上大道 想到了弥补自身缺陷 达致完美之境的方法 只是可惜 在那个监狱之中 我找不到能够补缺之物 原本以为要回到主宇宙 才能够成就那 至高无上的完美之躯 没想到来到了这里 让我遇上了唐天真 和他的天真无邪流 这让我看到了另外一条路 所以呢 李修平静 看着李博洋问道 我以灵为阴 气为阳 阴阳合合成就一元之体 如今的我 已然完美 虽然因为这个宇宙本身的限制 实力 无法恢复到以前的等级 但是在这个宇宙当中 我已是至真至善之体 无敌于宇宙的存在 李博洋如同神明一般 俯视李修 既然是无敌的存在 又怎么会一次次的失败 李修轻笑道 那是因为 在以往的选择中 我并没有能够成就完美之体 李博洋双目 已经化为了太极 紫白二色 在他的眼中缓缓旋转 似是蕴含了世间万物奥妙 原本我想把这一战 留给那万古不败之人 也罢 似你这般的人 若是能够去逐宇宙修行 只要不中途夭折 也未必就逊色于那万古不败之人 也有资格与我一战了 李博洋的神色越来越平静 眼中四世 已经完全没有了感情 整个人都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这是自然之道 而我反其道而行 将万物化为一 所以我这一世名为道一 李博洋说着 缓缓抬起了一只手 我为一 天地万物 皆为我知道而生 我即是天 天即是我 我知道 即是天道 随着那如天道一般的声音 李修眼中 只剩下了李博洋的那只手掌 似乎那只手掌是天 是的 是万物 是苍穹 是宇宙星空 世间一切皆在那一掌之中 李修发现自己已经感应不到了世界的存在 也感觉不到能量的流淌 甚至连上下左右冷热苦甜 都完全感觉不到了 世界都已经不存在了 他又如何能够感应到世间的一切 他的世界 就只剩下了 那如天命般的一掌 李修无法动弹 无法感觉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一掌降临 宛若堕入了掌中 世界 李修的神色 却异常地平静 或者不应该说是平静 也不能说是默然 而是根本就没有任何情感 仿佛在他的眼中 世界已经不是世界 只是无数没有灵魂没有情绪的数据罢了 李修强行开启了自己灵石 反向抽取了魔装的灵 让自己的灵石不断地破现 一次次突破灵石的极限 化眉魔装上面出现了一道道的裂痕 不断地生腾起白色的光雾 飘舞的衣带 随着那光雾像是雪片一样融化消失 强如化眉魔装 也承受不住李修的压榨 开始快速崩溃 李修的全身也生腾起了红色的雾气 从他的口目眼鼻 从他的每一寸骨骼血肉上散开 甚至是他的每一个细胞 都在渗着红雾 特别是头颅之上 血污如焰火一般生腾摇曳 那当然不是真的雾气 而是他的血 他的灵石已经超过了极限 连宇宙之体都难以承受 这种超越极限的压榨 在他的眼中 已经没有了那只遮天之手 只剩下了一组组的数据 你若是天 那就让这天碎了吧 李修的手掌 向着那无数的数据流缓缓身了过去 第418章 毕成 被灵石侵染的手指 触及到那不断变换的数据流 似是拨弄算珠一般 轻易改变了那些数据的位置 当数据流内的数据 被改变的那一刻 诡异的一幕 就突然发生了 李博阳那只原本遮盖天地的大手 瞬间缩小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不是视觉变化 也不是气势境界上的变化 而是字面意思上的 缩小了 李博阳的那只手掌 真的变小了 那只手掌 变成了刚出生的婴儿 一般大小 连接在还是原本模样粗细的成年人 手臂上 看起来极端的诡异 李博阳看着自己那边的畸形一般的 手掌 脸色突然间很是难看 只是还没有等李博阳 有什么情绪上的变化 他的身体 也跟着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头突然变大 大的 像是被吹起来的气球一般 只是一瞬间 那头的大小 就超过了整个身体 让人担心 那细小的身体 能不能支撑得住 那么巨大的脑袋 一条腿 粗若停住 另外一条腿 却变得似一重知足般细小 改天换地 李博阳惊骇地看着李修 好在他的力量 还在 并没有什么变化 咬牙将那道医的力量 继续压向李修 像是在与什么抢时间一般 原来如此 李修的眼神冰冷无情 只是那般若机器一般 审视着李博阳 修长的手指 继续拨弄 那如同天威一般的道医 突然间烟消云散 不可能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 李博阳无法接受 自己依仗为击败 万古不败之人的最强一击 竟然会被李修如此轻易地击溃 再次凝聚力量 想要使用到一 可是却来不及了 李博阳突然 感觉自己身上的力量 瞬间跌落了一个层次 竟然从宇宙级跌落到了下来 随着李修的手指拨弄 李博阳的力量层次 一次又一次地跌落 转瞬之间 竟然从那不可一世的无敌姿态 跌落到了最普通的凡人之境 别说使用到一 就连飞行都做不到了 李博阳不能置信地 看着自己的身体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这是幻觉 你对我使用了幻境 李博阳像是发疯了一样 冲向李修 只是他的速度实在太慢了 也就与普通的年轻人差不多 等他跑到李修面前的时候 李修只是随手一抓 就把李博阳拎了起来 在拎起李博阳的时候 李修的手指还在不断地拨弄 被他拎起来的李博阳 身体竟然诡异地变幻 一瞬间 从一个人类 变成了一只白色的猫 李修拎着白猫的后颈皮毛 看着那猫不断地 在自己面前挥舞着爪子 可惜那小短腿 却根本碰不到李修 李修随手把白猫丢了出去 食指拨弄之间 白猫落在地上的时候 已经从白猫变回了人类的状态 你你 李博阳看着李修 像是看到了鬼一般 只是那般直勾勾地看着他 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般改天换地的能力 他以前倒是听说过 却不曾见过 未来 不应该是这样 李修食指启动 整个未来幻境 竟然都在他的手下 发生了变化 爆裂的星辰重新凝聚 星球碎片 快速飞回原本所在的位置 如同宇宙大爆炸般的未来幻境 在李修的手下 快速恢复了 他原本应该有的模样 你不能这样 那是属于我的力量 把我的力量还给我 李博阳终于回过神来 他明白了 李修在做什么 发疯似的冲向李修 李修改变了他的身体 剥夺了他的力量 但是那些力量并不会 就此而消失 如何任由那些力量爆发出来 恐怕就会摧毁整个世界 李修通过修改数据 把原本属于李博阳的力量 用于改变这个幻境世界 李博阳想要冲向李修 只是他的凡人之躯 根本无法靠近李修 如同被无形的墙壁阻挡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李博阳呆呆地看着李修 像是傻了一般 分为两半的地球 最后在李修的指下恢复 而此时李修身上的灵石之光 也燃烧到最后的蜡烛一般 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 不断在摇曳着 突然 一点金光在两人中间出现 竟然是那枚被李修 投入到了未来幻境当中的金币 此时那枚金币 正在疯狂旋转 如同一个黑洞板 吞噬着未来幻境当中的能量 原本被李修用于 改变未来幻境的能量 竟然硬生生 被那枚金币吸了进去 噗 李修张口 喷出一口鲜血 身上的灵石之光 彻底消散 跌落在了地上 并不是那金币吞噬能量的行为 伤了他 就算没有金币吞噬能量 他的灵石超越极限爆发 身体 也已经支撑不住了 若非要控制那股能量 刚才李修就已经不行了 金币 他还在这里 你骗了我 根本没有什么未来的金币 就只有这一枚 李博洋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枚 正在疯狂吞噬能量的金币 原本如同死灰一般的眼神 渐渐又变得火热起来 不错 根本没有什么来自未来的金币 从头到尾 金币都只有一枚 你之所以看不到它 是因为我在它身上 使用了我的终极之光 宇宙级的终极之光 让你无法发现它的存在 只有如此才能够骗过你 李修坐在地上 只感觉脑袋嗡嗡直响 蹊跷都在渗着血 强行超越极限的使用灵石 不止让他的身体到了极限 就连灵石和大脑都受到了损伤 李博扬神色复杂至极 他算计了那么多年 甚至一次次的推演未来 没想到最后竟然上了这么一个大当 如果他没有相信李修 李修根本不敢对他动手 赢的人就一定是他 可他竟然相信了李修的那些鬼话 最后落到了如此地步 不得不承认 我败给了你 李博扬苦涩地说道 你不是败给了我 而是败给了你的不自信 李修抹去鼻下的鲜血 可是鲜血却又慢慢渗了出来 他平静地说道 如果你没有一次次的推演未来 不知道无论你如何推演 最后都会败给我 你还会相信我说的那些吗 李博扬身子一颤 神色古怪地看着李修说道 天命 这就是天命 咔嚓 咔嚓 随着金币的吞噬 原本已经被修复的幻境星空 再次破碎 只是这一次更加的恐怖 连着幻境本身 竟然也被那金币给吸了进去 幻境突然间变得忽明忽暗 下一秒 幻境竟然消失不见了 李修和李博扬 都出现在了人生剧场战的站台后面 金币就在他们两人的中间 闪耀着迷离幻彩般的金光 守在人生剧场战上的 十六祖灵和江兰陵 看到李修和李博扬的身形出现 都是一惊 事实上不只是他们 通过十六祖灵构建出的光影 传输影像 所有的人类和魔灵 也都看到了李博扬和李修 还有那枚金币 众人此时都是大惊失色 因为李博扬看起来 还是完好如初 而且还好端端地站在那里 可是李修身上的魔装 却已经破烂得如同乞丐装一般 而且坐在地上 似乎已经站不起来了 蹊跷都在流着血 李修 败了 所有人的心脏 都不自主地狂跳 就连十六祖灵也不例外 虽然他们当中有一些人 想要牺牲李修 换取生存的机会 可是真的看到李修败了 心中也同样有些 难以言说的情绪 还好 还好天不觉我 这枚金币还在 而且它已经吸收了 足够的能量 只需要最后一步 就能够化为宇宙币 李博扬双目血红地 看着那枚金光璀璨的金币 你都已经这样了 就算让你回去了 又能如何 李修淡淡地说道 不 你错了 只要有宇宙币 我就可以重头再来 一千年一万年一百万年 又如何 只要有宇宙币 等我重新踏回宇宙集的那一天 就是 我回家之时 李博扬说着 突然从指尖摘下了一枚戒指 看着李修神色狂热地说道 幸好我还有这个 而你的身体和零食 都已经严重受损 最后胜利的那个 终究还是我 说着 李博扬把手中的戒指 抛向了空中 那戒指化 为了一尊三头六臂 如魔如鬼 宛若地狱主宰般的魔灵 那魔灵的背后 有奇异的光圈绽放 血红光芒 把四周的一切 都染成了血红色 在那血红光芒照耀中 一切都被染上了一层血色 魔灵 缓缓落在李博扬身上 竟然与李博扬的身体 融为一体 让李博扬化为了 三头六臂的魔神之像 长生邪灵 十六祖灵 皆是惊骇莫名 在那魔灵的身上 他们都感应到了 绝世级的能量波动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绝世级 至少他们同样身为绝世级 都难以与之匹敌 李修 你也同样犯了错误 我是不够自信 而你却是太自信了 刚才你就应该杀了我 李博扬如魔神一般注视着 李修说道 李修摇了摇头 不是自信 我本就没有打算要杀你 为什么 李博扬微微一正 他并没有怀疑 李修所说之言的真实性 因为根本没有必要 因为你也不想毁了这世界 并没有真的那么做 即便在那个你失败了的未来 地球依然还是存在的 人类也没有完全灭亡 哈哈 你还真是可笑 那只是他们运气好 在支离破碎的世界当中 侥幸活下来了而已 关我什么事 你竟然因为这个 就不打算要杀我 你还真是太天真了 李博扬狂笑道 如果那也算是侥幸的话 那你的那些儿女 也真是太幸运了 他们都在那个未来当中 侥幸地活了下来 李修淡淡地说道 李博扬的笑声 戛然而止 三张脸上的六只眼睛 都死死地盯着李修 你什么都好 就是那自以为是的嘴脸 让人讨厌 下辈子别那么自以为是 说着 李博扬就伸手抓向李修 住手 贝罗娜再也忍不住了 释放出今天的光彩 要去阻止李博扬 除了贝罗娜之外 绅士祖灵 老头祖灵 和光头女祖灵等 几位祖灵 也都纷纷出手 可是他们却突然感觉 自己的动作变慢了 慢得有些不可思议 所有的动作 都好似放慢了无数倍一样 他们立刻意识到 并不是自己的速度变慢了 而是 时间变慢了 那是长生邪灵的力量 影响了时间 时间变慢 所有的运动 都好似变成了蜗牛一般 只有李博扬的动作 依然如常 手掌到了李修面前 李修坐在那里 虽然身体很虚弱 脑袋还在嗡嗡作响 可是眼神中 却没有一丝畏惧 只是那般平静地 看着李博扬靠近他 嗡嗡 两个指环 在李修的手指上绽放光彩 化为一蓝一红两道光彩 出现在李修面前 一个通体血红 宛若披着血精甲铐的怪物武士 手中握着一对血光刀 另外一个通体冰钻盔甲 一手大剑一手 枪械 宛若施杀神明的妖孽战士 连绝世也未能到达的祸色 又岂能阻我 李博扬一声冷喝 手掌绽放血盲 拍向了绝地武士和半神刹那 他自然知道李修 一直在培育绝地武士和半神刹那 可是因为时间太短 绝对武士和半神刹那 根本不可能晋升绝世 面对李博扬那掌中的惊天血盲 绝地武士 站在李修身 边动也没有动 半神刹那 竟然没有被那时间力量所困 力锁的拔枪 对着李博扬 就是一枪 碰 蓝光喷射 李博扬惊骇地发现 半神刹那的子弹 竟然射穿了他的手掌 擦着他的脸颊飞了过去 绝世级 怎么可能 李博扬不能置信地 看着半神刹那 很明显 他已经晋升到了绝世级 而且突破世界规则的程度 绝不在他的长生 邪灵之下 李修淡淡地说道 你的那些能量 可不仅仅只是用来改变未来幻境 我让你活着 你就好好地活下去吧 李修 你真的很好 就算是万古未败之人 也未曾把我逼到这种程度 李博扬弱疯癫 如同要吃人一般 盯着李修继续说道 不过可惜 你还是算漏了一样 这枚半成平宇宙币 将是你最大的败笔 说着 李博扬突然转身 抓向正在旋转的金币 一把把金币抓在了掌中 宇宙币 不只是能够打开 通往主宇宙的世界之门 同时 它也是最纯粹的能量补品 也是主宇宙的基础能量源 你们不知道如何使用宇宙币 但是对于我却可以随时提取 它的能量 原本我不想毁了这枚宇宙币 这都是你逼我的 抽取它的能量 之后 我就能够重回宇宙集 我也不会杀你 我会让你继续活下去 看着这世界 被我抽干能量 然后再以你之身 成就宇宙币 李博扬盯着李修狂风道 你最好不要酿左 李修闭上眼睛 叹息道 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李博扬紧紧抓着金币 直接将其塞进了自己的口中 将其吞了下去 十六祖灵皆是大惊失色 就连剩下那些无动于中的祖灵 此时也都慌了神 拼命想要冲过去阻止李博扬 若是真如李博扬所说的一般 那么牺牲李修也已经无法拯救世界 可是他们这时候 再想阻止却已经晚了 如果刚才他们和贝罗那等祖灵一起出手 和十六祖灵的力量 还有机会打破长生邪灵的时间力量 现在却什么都来不及了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李轻一看着这一幕 满脸都是痛苦之色 他不希望李博扬死去 也更加的不希望李修出事 可是李博扬却如此执拗 让他难以自处 比杀了他还让他难受 李明儿同样一点的悲愤 在李博扬使用长生邪灵的那一刻 他已经知道李博扬是他的父亲了 可是他现在宁愿自己不知道 最好是永远都不知道 所有人类和魔灵 都惊恐地看着光阴隧道中发生了一切 如果李博扬真的成功了 那么接下来 他们将会迎来真正的世界末日 李博扬已经把金币吞了下去 如恶魔一般狂笑着说道 李修 我们的恩恩怨怨 到此了结吧 可是李博扬的话还没有说完 脸色却突然变得极度扭曲和恐怖 在他的身体内 一道道金光透了出来 而他身上的能量 却似是被黑洞吞袭一般 疯狂地涌向体内的金币 宇宙臂怎么会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李博扬的话还没有说完 整个身体就拉扯着 吸入了金币之中 转瞬消失不见 只有那枚金币 还在空中不断地地旋转着散发金光 李修看着这一幕 不由地摇头轻叹 失去了长生邪灵的时间力量 控制 十六祖灵都冲到了近处 一个个强行止住了脚步 惊恐地看着那枚金币 如未蛇线 李博扬敢用那枚金币 应该是有十足的把握 才对 可他竟然被那金币反射了 这让十六祖灵都不敢靠近他 金币上面光彩变换 金色的硬币 竟然渐渐变成了紫白二色 上面的图案也发生了变化 正面是数字一 而在背面 却出现了一个阴阳太极的图案 硬币上面的光彩 完全收敛 掉落下来的时候 被一只沾着鞋的手 接住 手的主人自然就是李修 第419章 生活 大结局 光阴一战已经过去了三个月 地球和魔灵国度 都度过了难得的平静时光 只是那与李博扬一战的李修 却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再也不见了踪影 长生天因为群龙无首 最后有几个神位级的强者 暂时组成了掌声厅议会 以投票制决定长生天的重要决策 虽然没有选出新的会长 不过却设立了一个圣女的位置 由李轻衣担任第一任圣女 姐 你说李修还能不能回来 韩三炮问正在炮茶的韩明慧 他不回来 我们韩家现在是长生天巨头之一 他要是回来了 那我们又要像以前一样 屈居人下 韩三炮见韩明慧不说话 就又接着说道 我看他应该是回不来了 会长也就是运气不好 否则死的就是他 现在他虽然没有死 但是肯定受了极为严重的创伤 恐怕很难恢复 否则他为什么不回长生天养伤 你真以为会长之所以会输 是因为他的运气不好 韩明慧把泡好的茶放在唇边尝了尝 放下茶杯后才淡淡地说道 难道不是吗 李修自己犯了自大的毛病 如果不是会长 自己最后出了岔子 死的肯定是李修 韩三炮说道 你呀 还是太嫩了 以后想要有所作用 还需要多想少说 韩明慧说道 我就不明白了 我哪里说错了 韩三炮不服气道 韩明慧把一杯茶加到韩三炮面前 平静地说道 李修能杀却没有杀 不是因为他自大 而是因为谁都能杀会长 他却不能杀 为什么他不能杀 韩三炮还是不理解 李清一和李修的关系如何 李明儿与李修的关系如何 那个小布儿与李修的关系如何 他们都是会长的女儿 如果李修亲手杀了会长 他以后要如何与他们相处 韩明慧说道 为了这个 就要拿自己的命冒险 这不太可能吧 韩三炮不太相信韩明慧的判断 他什么时候冒险了 韩明慧见这个弟弟如此不开窍 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 从头到尾 会长真正威胁到李修了吗 至于那没 宇宙病 你要知道 那原本就是李修的东西 你真以为会长的死 是一个偶然吗 你是说 会长是被李修算计 韩三炮的话 没有说完 就被韩明慧打断 有些话 听了你得当没听过 只能想 不能说 否则万一惹出了事 不止你要死 韩家也得陪葬 我和你说这些 就是怕你不知轻重 在外面胡说八道 你明白吗 韩明慧正色道 姐 你放心 这话 就算是烂在肚子里 我也肯定不会传出去半个字 韩明慧说完忍不住又问了一句 李修真那么厉害 他为什么不回来呢 回不回来 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区别 在你我看来 长生天是根基石命脉 但是对于那样的人物来说 长生天算个屁 他若想要 整个世界都是他的 韩明慧竟然抱了一句粗口 光阴一战 李修几乎疯神 但是人类对于李修的感情 却非常的复杂 若是当时李修牺牲自己 拯救了整个世界 那他毫无疑问 就是真正的上帝了 可是李修 李修并没有选择牺牲自己拯救世界 虽然最后还是打败了李博洋 让世界免于毁灭的命运 但是也因此有了瑕疵 那些在那灾难当中失去家人 或者受到伤害的人 心中对于李修并不是那么的感激 死了的才是英雄 活着的只是一个人而已 人就会有非议 有些人把李修当成了救世主 也有人觉得李修是自私的 并没有那么完美 但是无论什么样的人 他们都知道 李修现在是毫无争议的世界第一强者 小镇老宅 李修躺在池边的躺椅上 闭着眼睛晒太阳 突然听到咚咚的敲门声 还有一个熟悉的声音 总长 在吗 门没有锁 李修轻声说着 并没有要从摇椅上起来的意思 九霄云抱着子仔推门而入 身后寒跟着储君 杀储 杀赖 阿斐叶家兄妹和金黎 阿斐还牵着一个小女孩 那小女孩自然是小胖 就知道 你在这里 这都休息多长时间了 该回去了吧 储君笑着说道 李修坐起身来 笑着说道 回去 回哪里去 这里就是我的家 就算你不想回常生天 也该回光之城吧 储君等人都是一正 储君说道 光之城有你就够了 我想安安静静地在家里 哪也不想去 李修摇头说道 储君还想说什么 却被精力拦住 总长自有他的道理 说那些没意思的事情干什么 今天我给你们露一手 我们不醉不归 总长你想吃什么 九霄云说道 烧烤 李修笑着答道 行 这个我拿手 我先去搞点好肉回来 九霄云说着 把子仔交给李修 李修接过子仔抱在怀里 看着他嫩粉的脸蛋 和忽闪忽闪 像星星一样亮的眼睛 心情似乎好了许多 九霄云去弄肉 其他人也都各自找了些师作 有的帮着打扫院子 有的准备下韭菜 有的则帮着收拾东西 小布尔十分开心地 在那里摆弄炭炉生活 弄得小手和小脸上面 都是灰 像那小花猫似的 精力 刀练得怎么样了 李修见精力站在一旁 就笑着问道 有所悟 但远远不够 比您差远了 精力说道 到 随便练练就好 有空经常出去走走 见见那些你喜欢的人 李修笑着说道 好 我记下了 精力点点头 目光却有些疑惑地 看着李修问道 总长 您的伤恢复了没有 有些伤好了 有些伤 怕是好不了了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李修无所谓地说道 您需要什么智商的物品 我想办法 精力说道 李修伸出手指 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笑着说道 这个地方的伤 没什么能治 不过也没什么 现在也不需要他了 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 精力却不似李修一样 看得开 皱着没说道 临时超负核运转 超过了身体 和大脑的承载能力 不可能再恢复了 李修微笑道 院子里的其他人 虽然都在各自 干着自己的事情 可是却都在听着 李修和精力的对话 听到李修这么说 不少人都顿了一下 影响大吗 精力又问道 也不算太大 就是记忆力变差了 控制能力也弱了 这也是正常的事 人老了 都会这样 李修无所谓地说道 精力文言脸色微变 李修说得轻松 可是他却知道 记忆力和控制力 便差意味着什么 只是这一次 精力没有再说什么 其他人也都没有再问 李修关于他受伤的事情 都是谈些以前的事情 众人说说笑笑 一顿饭吃到了大半夜 九霄云也不知道 从哪里弄来了不少的烟花 在院子里面放了起来 小波和夜夕园丸的不亦乐乎 在吃饭的时候 九霄云等人看到 李修用筷子夹菜的时候 竟然有几次没能一次性夹起来 心中都有些伤感 只是谁也没有表现出来 成竹 我有很多魔装方面的操控技术 还不太明白 能不能留在这里 向您请教 叶熙元毕竟太年轻 第一个沉不住气说道 小熙熙 你还年轻 魔装技术啥时候都能学 姐姐 我都一把年纪了 再不好好修行 就来不及了 总长你说 是不是 杀楚妩媚的笑道 大美女要留下 那我也要留下来学东西 储君说道 行了 你们都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安静地过段时间 李修打断了他们 没等他们再说什么 李修又对九霄云说道 紫仔还得麻烦你 帮我照顾一段时间 李明儿很喜欢紫仔 他也一直带着紫仔 我要是不把紫仔带回去 他非杀了我不可 九霄云犹豫到 他若是愿意 就让他带着紫仔 若是哪一天 他不想带着紫仔了 总得让紫仔有个去处 李修说道 这个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紫仔绝对有依靠 九霄云信誓旦旦地说道 那就好 李修点点头 又对小波招了招手 小波 你先回光之城 回头我再去看你 你说过 再也不和我分开的 小波 却不肯过去 咬着嘴唇质问 不是分开 我只是有点累了 想要休息一段时间 等我 休息够了 就去接你 李修微笑道 这可是你说的 不能说话不作数 我们拉够 小波 走到李修面前 伸出了小指 小脸 满是认真 好 那就拉够 李修也伸出了 小指 与小波的手 只勾在一起 众人离开的时候 阿斐却站在那里没有动 你也回去吧 李修对阿斐说道 我不走 你需要有人照顾 敢当着李修的面 说的这么直白的 也只有阿斐了 你不去报仇了 李修笑着问道 不报了 我已经知道 那个上帝是谁了 他已经死了 我也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只能赖在你这里 阿斐说道 李修看阿斐的眼神 就知道自己在说 什么也没用了 于是也没有在说什么 储君他们走了之后 阿斐在院子里面 收拾东西 李修看着门外说道 既然都来了 站在外面干什么 嘿嘿 人老了 不想搞那么多事 原本只想在外面看看 就走的 西门官倾壳着走了进来 看起来你的情况很糟糕 西门官走到李修面前 打量着他说道 临时损伤很严重 各方面都有影响 我的记忆力和控制能力 会越来越差 李修说的 轻松 可是西门官听了 确实皱眉 还能激活魔装吗 西门官问道 一般的魔装现在还行 化眉那样的魔装 怕是不行了 李修无所谓的说道 以后也用不着了 化眉魔装的残骸 在屋里 你带回去吧 也许还能有点用 跟我回去 我现在 正在研究灵这方面的东西 总会有办法的 西门官说道 李修摇了摇头 其实那些 对我来说 真的无所谓 能不能恢复 根本不重要 我现在 只想在这里等着姐姐 如果有一天她回来了 我希望她 能够在每一时间找到我 明白了 我的研究会 一直继续下去 将来能帮到你的时候 你得跟我回去 西门官固执地说道 行 李修笑着点了点头 还有 李清一和李明儿 其实都想来的 可是他们又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你 西门官沉映着说道 我知道 是我让他们为难了 李修轻叹道 你已经给过 李柏阳机会了 是他自己作死 西门官 有些气愤地说道 他自己作死也就罢了 死了还给人找麻烦 可惜那两个姑娘了 多好的孩子 虽然李柏阳没有说 可是我知道 其实他是有机会 杀了我夺走金币 利用这个世界的能量柱 就宇宙毕的 只是因为有 清一和明儿他们 所以他也没有走那一条路 李修说道 算了 这种事说不清楚 你们自己的是自己解决吧 我只想说 李柏阳又不是你亲手杀死的 没必要 因为这件事耽误了你们 不说废话了 我走了 西门官说着就要走 老官 李修轻唤了一声 西门官停止了脚步 却没有回头 不耐烦思地问道 干什么 一点也不知道 尊敬老人 帮我看着点清一和明儿 李修说道 烦不烦 自己的事别麻烦别人 西门官说着 头也不回地出了门 八爷 你就别在外面 吹风了 李修淡淡地说道 八爷笑着推门走进了院子 四哥 你可别那么叫我 显得生分 还是叫我老五吧 李修笑了笑 你来的 正好 我正想 找你测的字 八爷端了一杯茶 放在李修旁边 笑盈盈地说道 你写我测 李修伸手沾了点茶水 在桌子上面 写下了一个林字 八爷见李修这个林字 写得虽然韵味十足 可是笔画明显有些不顺畅 知道李修的情况不容乐观 四哥 你想测什么 八爷问道 测一人急凶 李修说道 八爷打量着桌子上的林字 半嗓才突然开口说道 四哥 我知道你想问的人是谁 只是这个字 我测不了 那就不测了 李修点了点头 八爷想说什么 张了张嘴 最后还是 什么也没有说 起身准备告辞 可是走了几句 八爷又回过头来 重新坐回了李修旁边 哭丧着脸说道 老子也叹娘的放纵一回 这字 我还非测不可了 说着 八爷也沾了一点茶水 一边说 一边在桌子上面写着 山下有火 只是他才说了一句 山字也才刚刚起笔 眼角就一出血珠 八爷却没有停的意思 咬着牙继续写 一只手 按住了八爷的手 李修笑着说道 不用测了 给我留点念想吧 八爷苦笑摇头 抹去了眼角的血珠 起身说道 吉人自有天相 不必太过担忧 当然 李修笑得很开心 时间就像是回忆 去看的时候 青春已经成为了 美好的回忆 只能在悲中追忆 光阴之战 已经过去了七八年 人类社会 早就已经回归了正轨 以太空城 和白夜城为首的 魔装师势力 和以长生天为首的 试炼者势力 各自占据了半壁江山 越来越多的优秀试炼者 和魔装师涌现 时代如潮汐般 起起伏伏 上帝之名 仿佛变成了定格 在历史上的记忆 一群青少年 正在路边的球场上踢球 他们并非只是纯粹的玩耍 这也是许多试炼场的 试炼项目 现在很多少年 都会选择一些体育项目 进行学习 为将来进入试炼场 试炼做准备 能不能带我玩一个 一个少年 因为不小心受了伤 场上少了一个人 旁边一个坐在场椅上 看球的青年 出声问道 一众少年早就发现了 那个青年 倒不是说 那个青年有多少显眼 而是因为 在他的身边 站着一个脸上有着刀疤 看起来很凶的女人 你会踢球吗 受伤少年那队的队长 问李修 以前踢过 不过好些年没踢的 踢得不怎么好 李修答道 那行 你就顶踢赵鹤吧 队长说道 李修点点头 起身走了过去 接过受伤少年递来的球衣 套在了自己身上 很快 这些少年就发现 这个青年看起来 长得挺坚实的 可是足球技术 却烂得可以 接球不稳 传球不准 射门更是糟糕透顶 有一次队长骗过守门员 把球传到他脚下 他都已经面对 近在咫尺的空门了 可就是 硬生生给打偏了 这一队的队员都很郁闷 队长正想着 怎么说 才能够让那个大哥哥 不伤自尊的下场 却突然被人拍了拍肩膀 队长转头一看 顿时瞪大了 眼睛 满是不可置信的惊喜之色 您 您是天下第一刀 惊 惊 男人对着队长竖起手指 做了一个近身的手势 然后温柔地说道 请让我代替你踢球可以吗 当然 队长立马把自己的球衣 拖了下来 用颤抖的手递给了面前的精力 他都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一样 世间最强的刀客 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代替他 踢球 这可是精力啊 那个无敌的刀客 没有人能够让他出第二道的存在 队长有些奇怪 为什么精力在这里 其他那些队员竟然没有围上来 他们当中可是 有很多人 都是精力为偶像的 难道他们都乐傻了 队长转头看向自己的小伙们 这一看之下 他都傻了 魔剑老千 天神召唤师 叶宇贞 双叶女神叶西元 光之君储君 魔女杀储 杀手之王 杀来 太空城主观景豪 队长 此时就像是一个看到了满天神仙的傻子 浑身颤抖地站在那里 脑海里闪过一个又一个如同太阳般闪耀的名字 这里的任何一个人 跺一跺脚 就能够让世界阵三阵 皆是这些年来 在世间呼风唤雨一般的人物 在他们眼中 这些人都似神明一般 别说是 面对面的说话 就算是远远看上眼 也足以在小伙伴面前 吹上一整年了 可是像这般恐怖的存在 此时却一个个出现在足球场上 和足球场上的少年 说着什么 让他们几乎都以为自己身在梦中 不一会儿 场上所有的少年都被换了下去 他们傻傻地看着那些人上了场 这些人或正或邪 甚至有些根本就是敌对关系 他们竟然会在一个球场上面踢球 恐怕说出去 根本没有人会相信 这哪是踢球啊 这些人 这些人可以直接把地球都给踢爆啊 有一个少年忍不住呻吟着叫出声来 少年们这时才如梦方醒 一个个都大喊大叫了起来 喊着那些人的名字 我们上马 经理重新开球 看着旁边的李修 说道 放马过来吧 杀赖在对面叫嚣着 少年们更是激动地恨不能把嗓子都扯出来 可是当比赛真正开始之后 他们才发现 这哪是什么足球比赛 根本就是 陪练 那一个个名动天下 或受万人敬仰 或令人为之如虎可指 小而啼哭 或者在世人眼中 如同王一般的存在 竟然都在给那个最先上场的青年喂球 看着青年一次次带着球到达球门前 却一次次把球踢飞 可是那些恐怖如神明般的人物 却又一次次把球送到青年脚下 直到那青年一脚 把球踢进了球门 所有人无论敌我 都得上前拥着他 庆幸 把他抬起来 高高抛向了天空 第420章 后继 回家的路上 阿斐一直故意走在李修面前 他的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 强忍着没有流下来 只有他知道李修现在还能够在球场上奔跑 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这些年 他一直照顾着李修 看着李修一天天失去对自身的控制 那个曾经能够随意踢出各种变化球 简直像是可以用脚变魔术的家伙 现在别说用脚 就算是用手 恐怕也很难把球丢进去 这些年 李修对于身体的控制力越来越差 特别是最近两年 他几乎都已经没有办法使用筷子进食了 他的手抖得实在太厉害了 就算能够加倒菜 也往往送不到嘴里 那个曾经无敌于世界的男人 现在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自理 虽然李修一直都很乐观 可是看到李修一次次在球场上摔倒 一次次把球踢飞 他心中还是有些酸楚 阿斐 这里的夕阳很美 我们在这里等到太阳下山之后再回去吧 李修在河堤上坐了下来 看着烧红了半边天的晚霞 和那赤红鱼鳞搬的河水 仰着脸 享受着秋风吹拂过脸颊的感觉 喝点水吗 阿斐拿出水壶 倒了一杯水 递到李修嘴边 李修低头喝了一口水 笑着说道 这么开心的一天 为什么要难过呢 我没有 阿斐转头抹了一把眼睛 转过脸来 冷冰冰地说道 我欣赏过宇宙最初的风景 并且在那风景上 涂涂改改 信手涂鸦 这是我应该承受的惩罚 李修眯起眼睛 看着夕阳说道 我这一生 除了没能再见到姐姐之外 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姐姐会回来的 阿斐坚定地说道 当然 她一定会回来的 但是如果我的情况 变得更糟糕的话 我怕我会连姐姐的模样 都记不起来了 李修看着天边的红霞 微笑着说道 还好姐姐一定会记得我 当然 阿斐点头道 两人坐在河堤上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直到太阳完全落下去 月亮洒下如雪的月光 才起身踏着月光回老宅 当两人回到老宅门口 李修伸手去推门的时候 突然听到阿斐在背后说道 我们结婚吧 李修微微一正 转过头看着阿斐 苦笑着摇头道 别说傻话 我说了算 阿斐根本不容李修拒绝 直接拉起他的手 推开了老宅的大门 把李修 带到院子里的石桌前坐下 然后自己进了房里 没多时 就拿了一些东西走出来 这是干什么 李修神色古怪地看着阿斐 把两个杯子和一瓶酒 放在桌子上面 阿斐也不理会他 打开酒瓶 把两个杯子都倒满了酒 然后自己端起一杯 直接仰头一饮而尽 放下杯子 阿斐端起另外一杯酒 局到了李修面前 喝了这杯酒 以后 你就是我的人了 喂 我好像还没有同意吧 李修郁闷地说道 是吗 阿斐突然伸手 捏住李修的鼻子 等李修张开嘴的时候 直接把那杯酒 灌进了他的嘴里 瞧 你现在不是同意了 现在你是我的人了 阿斐放下酒杯笑盈盈地说道 你这是抢抢名难 李修无语道 我就抢了怎么着吧 阿斐说着 不知道从哪里 拿出了一条红色的丝巾 盖在了自己头上 你若是认了 那就掀开头盖 你若是不认 那就别怪我自己动手了 这又是何必呢 李修轻叹道 我不想让自己短暂的生命 留下遗憾 我以后可以不要你 但是一定要得到过你 只有我不要你 不能你不要我 阿斐平静地说道 李修神色复杂地看着阿斐 扮上才认真地说道 你 不后悔 后悔我就一脚踹了你 阿斐说道 那就一言为定 李修缓缓抬起了颤抖的手 伸向了红盖头的一脚 不知道是因为李修的情况 又变糟糕了 还是因为心情激动 他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阿斐低垂着头 身体似乎也在微微地颤抖着 眼看着李修的手 就要碰到红金一脚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从门外传来 想要进我家的门 你问过我了吗 我还没有同意呢 李修和阿斐听到这个声音 同事惊喜地看到大门 可是却并没有看到 他们想象中的那个声音 只见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 穿着十分中性化的粉色 女士套装 白色衬衣和白色板鞋 脖子上系着一条领带 脸上戴着一个大大的墨镜 明明还是一个孩子 却偏偏打扮得 好似像是女老板一样 一副大姐大的派头 那种反差萌 纵然是根本不认识 她的李修和阿斐 都没有办法对她生气 虽然那大大的墨镜 遮住了小女孩的半个脸 但是只从露出的部分来看 就让人感觉 她肯定是个极其可爱漂亮的女孩 小妹妹 你叫什么名字 阿斐蹲下来 看着小女孩温柔地问道 你应该叫我姐姐 小女孩却一脸地 认真地说道 阿斐和李修都有些哭笑不得 但也没有生气的意料 实在是个小女孩太过可爱了 你想嫁给她 小女孩指着李修问阿斐 是 阿斐点头回答 喜欢就是喜欢 不矫情不作作 这样的性格我喜欢 这桩轻视 我准了 小女孩一本正经地说道 李修和阿斐都是玩耳一笑 也不知道这小女孩是从哪里来的 虽然古里古怪的 不过却一点也不让人讨厌 只感觉又萌又可爱 谢谢你 阿斐微笑着说道 以后你要叫姐姐 小女孩再次纠正阿斐 然后打量着李修说道 你受伤了 小朋友 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 李修有些疑惑地看着小女孩问道 我有眼睛当然能看得到 还有 你这个没有礼貌的家伙 连姐姐都不会叫吗 一样也不可爱 小女孩撇了撇嘴说道 我为什么要叫你姐姐 你明明那么小啊 李修笑着说道 你不是李修 小女孩笑嘻嘻地问道 我是李修 李修说道 那就对了 你是小修修 那你就是我的弟弟 当然要叫我姐姐 小女孩狡黠地说道 这是什么道理 凭什么我叫李修 就得当你弟弟 李修有些哭笑不得 你是林儿的弟弟 我是林儿的姐姐 你不当我弟弟 难道还想当我哥不成 小女孩笑嘻嘻地说道 你 你说的林儿是哪个林儿 李修不能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看着小女孩 除了寒林儿 你还有其他叫林儿的姐姐吗 小女孩歪着头问道 你 李修目瞪口呆地看着小女孩 一时间竟然有些说不出话来 她十分 希望小女孩说的是真话 可是这么一个小女孩 看起来只有五六岁的模样 怎么可能会是寒林儿的姐姐 你不相信我是林儿的姐姐 小女孩 似乎是看穿了 李修的心思 狡黠地眨着眼睛问道 你这年纪 确实很难让人相信 李修打量着小女孩说道 如果不是林儿 把你当宝贝一样 我才懒得认你这样的木头 当弟弟呢 家里有一个木头就够了 现在又多了一个 真是让人头疼 小女孩 那股做大人的模样 简直萌到爆炸 实在让人很难生气 你不认识我 这个东西 总该认识吧 林儿说她给了你一个 小女孩 伸手从衣服口袋里面 掏出一样东西 抛向李修 李修伸手去接 可是却没有接住 只见一枚金币掉在了地上 你 你真是姐姐的姐姐 李修看清楚地上的金币 表情顿时变得又惊又喜 那与寒林儿 送给她的一模一样 绝不会有错 虽然很难相信 这个看起来只有五六岁 大小的小女孩 竟然会是寒林儿的姐姐 可是那枚金币 却不会有错 除了姐姐一脉的人 世界上恐怕 不可能再找到同样的东西了 看来你伤得确实很重 让我看看 小女孩走到李修面前 示意李修蹲下 然后白嫩的小手 按在了李修的额头上 那小手上面出现了金色的光 丝丝金光 渗入李修的额头之中 竟然让李修 感觉一直嗡嗡作响的脑袋 瞬间变得清明了许多 那令人烦躁的嗡嗡声 渐渐地消失不见了 李修感觉自己受损的零食 竟然在被修复 心中又惊又喜 阿斐看到李修偶尔会 控制不住抖动的肌肉 竟然没有再继续抖动 同样是喜出望外 过了一会儿 小女孩收回了 按在李修额头上的小手 神色凝重地看着 李修说道 你的零食比零儿说得更强 简直强得不可思议 有一部分零儿的 超级神灵体痕迹 却又不完全相同 你的零食太强 伤得也太重 我也只能暂时缓解 没有能力彻底修复 你受损的零食 这样已经很好了 你真是零儿姐的姐姐 李修笑着地问道 要不然呢 小女孩笑眯眯地说道 我叫宝儿 你们可以叫我宝儿姐 宝儿姐 她的零食 真的没有办法修复了吗 阿斐连忙问道 她不可管宝儿姐 是不是真是寒零儿的姐姐 如果能够修复李修的零食 让她叫妈她也愿意 我只说 我没有能力修复 没说不能修复 宝儿捡起地上的金币说道 走吧 我带你们回家 这种麻烦事 只能让那个人去解决了 那个人是谁 阿斐连忙问道 你的未来公公 宝儿眨着眼睛 狡黠道 我的未来 公公 阿斐还没有反应过来 那到底是谁的什么 突然看到 宝儿双手在虚空中一掀 虚空竟然像是木布一般 被他双手撕开了一道裂痕 竟然撕出了一条空间通道 阿斐看得目瞪口呆 这是何等恐怖的力量 竟然能够随手撕裂空间 并且形成空间通道 这可比单纯的破碎空间 要难得多 李修更加知道 宝儿这一手有多恐怖 这可不是单纯的撕裂虚空 而是打穿世界壁垒 当初李伯扬那么辛苦 才打穿了一个世界壁垒 从他口中所说的监狱事件 来到了这个事件 宝儿竟然随手 就撕开了世界壁垒 毫无疑问 它是宇宙级的存在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宇宙级 走吧 林儿和大家都在等着你们呢 宝儿一手拉着李修的手 另外一只手 拉住阿斐的手 向那空间通道走去 一抹金光 从宝儿的手掌上升它而起 让李修和阿斐的身上 都镀上了一层金光 两个人被宝儿拉着 走入了空间通道之中 他们并没有感觉有任何不适 只是看到眼前的空间 扭曲成各种光怪陆离的模样 似是不断变换的万花筒似的 李修正自被宝儿 拉着前行 怀中的已经化为宇宙币的金币 突然光芒大放 紫白二色光芒冲销而起 化为一轮太极 瞬间把李修拉了进去 消失不见 李修只感觉眼前景象一遍 自己竟然出现在了 光阴隧道终点站的 虚空石门前 那枚宇宙币 已然落在虚空石门上 随着宇宙币上的 紫白二色光芒 融入虚空石门 那石门竟然缓缓打开 一抹诡异的光字 那虚空石门的缝隙中 透出来 光芒照射在李修身上 李修只感觉身体微微一沉 似有一股巨大的吸力 拉扯着他的身体 让他不由自主地 飞向了打开的虚空石门 李修挣扎了两下 无法挣脱那股吸力 只好任由那股吸力 把他拉进入了虚空石门之内 他的身体虽然还是宇宙级 但是因为临时受损 很难控制身体 能做的事情实在不多 轰隆 在李修被吸入石门的一刹那 虚空石门就直接关闭 所有的光彩都消失不见 像是从未曾打开过一般 李修双脚碰触到了食物 这才发现自己 竟然来到了一座 巨大的虚空巨坟之前 在那如山一般的虚空巨坟之上 插着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有常见的刀枪剑戟 有些不寻常的李修都没有见过 甚至还有一口黑锅 插在坟头之上 在那坟头的最高处 插着一面布番 帆上写着四个 自算尽天命 欢迎来到没有神的世界 这里将是你开始的地方 也将是你结束的地方 请将一件能够代表你身份之物 留在天幕之上 如果你在那里死去 那么这件东西 将是你最后的墓碑 人在物在 人亡物辙 无论你以前是神还是魔 是仙还是圣 自此以后 你都只会作为一个人 在那恐怖的世界之中挣扎求生 那个世界没有什么先圣 因为在那个世界当中 哪怕是一个最普通的人 曾经都是一方世界的主宰 而在那个世界当中 也不过就是 随时可能会死亡的普通人而已 而你要做的 就是活下去 活着走到最后 坟前没有任何刻字 如无字天碑一样的墓碑 突然间光芒大放 声音在李修的脑海中响起 我走错路了 不想去那什么没有神的世界 能不能让我回去 李修看着墓碑叹气道 走错路了 那声音竟然再次在李修的脑海中响起 真是有意思 这种地方也能够走错路吗 没有宇宙级的力量 你根本不可能来到这里 既然你是宇宙级 那就没有走错 无论是走没有走错 都没有回头路了 你必须要走下去 神 仙 圣 魔 谁来了都一样 李修知道 这里应该就是李伯扬的世界了 文言孝道 我是宇宙级没有错 但是我的临时受损 连自己的身体都控制不了 根本没有能力继续走下去 去了又有什么用 墓碑之上再次绽放光芒 那光芒沐浴李修的身体 片刻之后 李修脑中再次想起那诡异的声音 奇怪 真是奇怪 你的临时竟然损伤到这种程度 不应该啊 你到底做了什么 也没做什么 就是稍微修改了一下宇宙的本源数据 李修随口说道 胡说八道 纵然是小宇宙的本源数据 也不是区区一个宇宙级能够修改的 诡异声音冷声道 可能我的表达有误 李修把自己看到那些数据流 然后将其修改的过程说了一遍 李修说完之后 诡异声音竟然许久没有再出现 等了好一会儿 李修忍不住又要开口说话的时候 那诡异声音又再次响起 你的临时之强 在我所见过的小宇宙来客当中 是绝无仅有的存在 可惜了 不过规则不能改变 你既然来了这里 就再也没有回头路 只能继续走下去 虽然机会很渺茫 不过 你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如果你的运气足够好 出生在一个正确的地方 也许你的临时很快就能够恢复 并且变得更强 不过那太难了 像那样的地方 万中无一 希望你的运气足够好 在天幕之上留下你的信物吧 看起来 我好像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李修正在思索着 要留下什么的时候 突然感觉整个虚空 巨坟晃动了一下 下一秒 那坟头上方 竟然出现了一个空间裂痕 一个身影 自那空间裂痕之中冲了出来 重重踩在了坟头之上 把儿解 李修看清楚 那落在坟头上的身影 不由得微微一正 继而大喜过望 谁人竟然敢擅自闯入天幕 墓碑之上 传出恼怒的声音 碰 宝飞尸而起 落在了墓碑之上 踩着墓碑笑迎迎 看着李修说道 小修修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让我找得好辛苦 你有没有听我说 这里不是你怎么来的地方 你擅自闯入天幕 该当 墓碑的话 还没有说完 宝突然脚下用力一踩 丝丝 金光透入墓碑之中 顿时让那墓碑的声音 戛然而止 你不乖哦 我在和小修修说话 你妈妈没有告诉过你 不要随便打断别人说话吗 宝儿眨着眼睛说道 寂静 死一般的寂静 这样才乖嘛 宝儿一一而下 来到了李修面前 拉起李修的手说道 小修修 我们走吧 林儿他们还等着呢 别让他们等得太着急了 那个 我们能不能商量商量 墓碑中的声音再次响起 却没有了开始的 高高在上姿态 你又不乖了吗 宝儿转头瞪了墓碑一眼 李修看到墓碑 很明显地颤了一下 心中暗道 宝儿姐看起来又萌又可爱 这身本是却厉害得很 竟然把那墓碑 吓成了这个样子 不是 不是 我只是想要和您商量商量 您的这位朋友 灵石强悍之极 但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就算您把他带回去 在小宇宙当中 也不可能修复他的灵石 想要修复他的灵石 只有在这个世界 才有可能做到 墓碑连忙说道 你不会骗我吧 宝儿眨着眼睛问道 我怎么敢骗您呢 您可是基因吞噬者血脉 我骗谁也不敢骗您啊 墓碑连忙赌咒发誓 兼解释 以您的能力 修复普通宇宙级的灵石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您应该也试过了 他的灵石 根本不是小宇宙级的力量 能够修复的 那该怎么办呢 宝儿一脸期待地 看着墓碑说道 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他进入 没有神的世界 我知道 那里有一些 能够修复灵石的地方 只要他能够在那些地方出生 灵石不但很快就能够修复 而且还能够更进一步 以他的灵石天赋 将来必定会有天大的作为 墓碑说道 你不是说 那种地方万中无一 基本上不可能随机得到吗 我的运气一向不好 还是算了 李修开口说道 这个 其实我可以帮你一把 让你有很大的概率 可以在那种地方出生 墓碑吞吞吐吐说道 你竟然这么厉害 宝儿一脸惊讶 好似很崇拜似的 那是当然了 我可是 墓碑竟然有些得意起来 你可是什么 宝儿眯起眼睛 看着墓碑 墓碑顿时打了一个寒颤 连声说道 什么都不是 在您面前 我什么都不是 你把所有出生的地方 都给我看看 宝儿心装清楚 这墓碑说的没错 他都修复不了李修的灵石 就算把李修带回去 能够彻底修复的可能性也很低 这可使不得 我哪有 墓碑连忙说道 不行吗 宝儿的小脸阴沉了下来 推了推脸上的墨镜 恶狠狠地盯着草原 乙爷 不是不行 我就知道 你最乖最厉害了 宝儿顿时喜笑颜开 小手拍着墓碑 像是在哄三岁小孩一般 我 墓碑心中都已经有骂娘的冲动了 可是却不敢出声 只见墓碑上面光芒闪烁 不一会儿 就出现了一幅巨大的地图 地图无比庞大 比星图还要复杂 在地图上面 有着许多闪亮的地方 墓碑说道 那些有光的区域 就是可以降生的区域 你把那些区域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都给我讲清楚 宝儿 和颜悦色地问道 墓碑还没有说话 宝儿又补了一句 小碑碑 你知道我最讨厌有人骗我的 你不会骗我吧 说话的时候 宝儿小手拍了拍墓碑 您再借给我一个胆 我也不敢啊 墓碑身子一颤 都快哭出来了 乖 别哭 我相信你是个乖孩子 宝儿笑迷你地安卫道 那就赶快说吧 墓碑只好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讲解 可是那些区域实在太多了 小修修 你怎么看 不知道讲了 多久 墓碑还没有讲完 宝儿就直接打断他 看向李修问道 宝儿姐 能帮我照顾阿斐吗 李修正色道 你放心 有姐姐在 没人能欺负他 放心的去吧 宝儿认真的 说道 还有几件事 李修说完之后 走到墓碑前 指着地图上一处光亮的地方说道 我就选择去那里吧 那里 不行 墓碑叫了起来 不行吗 宝儿 露出了两颗小虎牙 似笑非笑地看着墓碑 他和李修早就听出来了 那地图上面的光亮处是 有等级划分的 越高级的地方 就越有利 虽然墓碑没有说 可是宝儿和李修都 判断出来了 李修选的地方 是其中最高级的 三个区域之一 一爷 不是不行 那就选那里吧 墓碑立刻软了下来 对了 小修修这么可爱 他就要独自一个人 去那么危险的地方冒险 你不送点礼物 给他吗 宝儿乌溜溜的大眼睛 望着墓碑 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我一个墓碑 我哪有什么东西能送给他 好吧 我这里 有一点点小小的能量 能够帮助他转化守护者时 有些好处 墓碑说道 从身体内挤出一道光芒 打入了李修的身体之内 我的祖奶奶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见宝儿还想说什么 墓碑都要哭出来了 好吧 宝儿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 请您在天幕上 留下代表身份的信物 墓碑大喜 连忙向李修说道 李修想了想 取了一枚戒指 放在坟头上 戒指落在坟头上之后 墓碑上面光芒闪耀 出现了一个诡异的时空漩涡 宝儿姐 谢谢您 帮我和林儿姐 说声对不起 等我回来之后 立刻就去找她 李修无奈地说道 好 宝儿指了指坟头最高处的 那敢算尽天命不翻 神神秘秘地说道 如果你在那边遇到了什么困难 就去找那敢不翻的主人 那个人虽然不怎么靠谱 不过 应该会有点帮助吧 他的主人是谁 李修好奇地问道 可是还没有等宝回答 李修就已经被 吸入了漩涡之中 转瞬间消失不见 生命能量评估中 新手等级 1.守护灵 发现可转化为 天命守护的生命体 转化中 发现天命能量 天命守护升级为 超级天命守护 超级天命守护 星空下的未嫁新娘 与宿主拥有特殊契约 转化为超级本命守护 发现可转化为 天命守护的生命体 龙脉灵 转为天命守护 能量 重组 重组失败 该生命体 无法转化为 独立存在的天命守护 发现可转化为 天命守护的生命体 半神沙纳 转化为天命守护 能量重组 重组失败 该生命体 拥有双重灵魂 无法转化为 独立存在的天命守护 发现可化转为 天命守护的生命体 绝地武士 转化为天命守护 能量重组 重组失败 该生命体 拥有双重灵魂 无法转化为独立存在的天命守护 诡异的声音不断在李修脑海中响起 全书完